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月19日 昨天有网友留言既向LT做新春问候 也给其他的网友提前拜年 那么这个网友他讲他马上要回到老家了 老家的网络情况可能比较差 就上不了YouTube了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不能够在这个频道与网友们相聚 那么看到这个留言还是感觉很温暖 就是大家通过这个频道聚集在一起 甚至有一种神交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也借此机会祝要回老家过年 上网不再方便的网友有一个非常愉快美好的春节 我们首先分享的重要新闻 还是从今天市场最关注的新闻开始 今天盘前美国劳工部宣布了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上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了1.5万人到了19万人 那么这个数字呢仍然是历史的第一位 它显示了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很紧张 去年12月美国新增就业岗位22万3千人 11月有1050万个职位的空缺 这些都远远超过美国的失业人数 那么目前这个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19万人 它与这次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的水平相当 那么2019年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还是出于一种非常热的状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 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 那么上周累计的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是多少呢 因为我们每周报告的呢 都是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就20万左右 那么它累计现在在这个失业金 领失业金的这个救济池里面有多少人呢 上周有165万人 就是美国现在啊 全美累计在使用救济金的人数有165万人 那么这个呢 比前一周呢就增加了2万人 但它这种规模呢 仍然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 就失业人数是比较少的 那么既然就业形势依然强劲 那就会带来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那么又会阻碍通胀的下降 又会激励美联储呢 过度的紧缩 这个逻辑链一传导下来呢 就让今天的市场感觉非常负面 所以今天市场这样一种负面的情绪 华尔街把它归因于美国劳动力市场 依然强劲 打通胀之路的仍然很艰巨 美联储仍然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政策 当然也有一些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呢 还是处在那样一种啊 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感到担忧而形成的一种恐惧 但不管怎么样 市场的情绪是比较悲观的 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讲呢 那万一市场判断错了怎么办呢 你这个找个理由就跌 又没有看到数据凭空想象 那不是冤枉被跌了 这个你不要担心市场 就市场它有可能判断错 它现在跌跌错了 那么一旦市场确认 美国的经济没有衰退 或者不会衰退 它会补涨的 它会报复性的反弹的 或者说未来市场误判 就美国经济的衰退 比想象的还要严重的时候 那么市场现在尽管跌了 它会补跌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未来美国宏观经济 既没有涨也没有跌 那么你现在跌了一部分 那么它未来它反弹的呢 也只是反弹一小部分 所以说市场呢 它容易判断错 但是呢 市场它也有纠错的能力 如果你长期在这个市场里边 你不会吃多大的亏的 往往呢 市场投资者呢 出现严重亏损呢 它主要还是一种误判 受惊吓 而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投资行为 那个是容易出现重大失误的 你如果有一定的定力的话 你在你判断能力 有一定的能力的前提下 再加上一定的定力的话 你作为市场投资者 不会出现太大的损失的 没有太大风险的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国际舆论都在热议 新西兰的总理啊 突然宣布辞职 那么这件事影响确实非常大 因为新西兰的现任总理 杰辛达阿德恩 他在任的确实干得不错 他已经担任了五年半的总理 那么在新西兰的民间 以及国际同行当中 他都有很好的声誉 那么今年十月 新西兰将会举行例行的大选 那么在大选之前 人们认为辛杰达他会连任 因为他也具备这样一个连任的实力 但是昨天他突然宣布 他要辞职 不干了 而且他也明确了他辞职的时间 在2月7号 就2月7号以后 他就不来上班了 那么这个对外界震动还是很大 那么42岁的这个杰辛达 他怎么解释 他突然辞职了呢 他也想到 外界一定会有想到很复杂的原因 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 什么健康原因 可能会有各种猜测 他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讲的就非常直接 他说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 你们也不要去猜 他原因就非常简单 就是我没有更多的能量 来继续领导这个新西兰 我之所以这个辞职 就是这个个人的原因 因为他有一个小女儿 小女儿呢 马上要上学了 也需要人陪 另外呢 他与他的长期伴侣呢 也要结婚 所以他这么多家务事 在摆在面前 他没有那个能力 继续去当总理 而且呢 他认为 他并不是觉得这个总理 工作有多难 是因为呢 他相信 有其他的人 可以做得更好 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LT呢 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这个年轻的新西兰总理 清洁达他干的还是不错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那么他在比较顺利的执政的状况下 他宣布辞职 LT认为呢 这个才是真正的收放自如 就习近平的这种吹牛 他收放自如 他怎么可能收放自如呢 他敢辞职吗 不敢 他一下台 很多人要追杀他 很多人要追究他 他不敢的 所以说 这个才是向全世界展示了 最高领导人 怎么做 才叫收放自如 这个人家这个才叫收放自如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我不想干了 换一个活法 收放自如 第二个评论呢 就新西兰总理啊 他突然辞职 他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他总理干得好好的 好多人靴尖脑袋要往上爬 好多人都崇拜的不得了 他认为呢 这个不是他想要的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他的小女儿要上学 他要去陪伴 他要去结婚 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 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问自己 在忙忙碌碌当中 我们可能是有些人觉得是为国家活 有的人呢 是为什么理想 什么主义活 有的人呢 为自己活 有的人呢 为家庭活 LT认为你不管 你自己认为你是为谁活 因为有些人选择 为高大上的国家活 那自己也就高上了 那么有的人选择为自己活 就是以我为主 那么有的人呢 为家庭活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LT认为呢 每个人在思考 人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呢 如果能思考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这个也不要每分每秒这样思考 就是偶尔经常能提醒自己 为什么活 那么这个就处于一个 比较冷静的状态 因为你只要能想到这个问题 你也就没有忘记 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像习近平 他不会想这些问题的 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 政即国家 国家即政 这个就是我是国家 国家就是我的 他不会想为什么活的 他如果要想 也就是我不能够丢掉这个位置 要丢掉这个位置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呢 像我们普通人 正常的人 你有时候经常要提醒自己的是 自己毕竟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你如果能够想到这一点 你不会狂妄到哪去的 你不会佛照到哪去的 那么第三个评论呢 根据这个新西兰总理的 他的这么一个经历呢 LT也很赞赏 就有的专家提的一种观点 就你人呢 你要活得自然坦然 你一定要听从内心的呼唤 就你内心 它一直在挣扎 它像一个计算机一样的 它会算出来 怎么能够让你愉快 那么你听从你的内心 召唤就好 也许你的内心召唤 让你投入更多的公益事业 也许你的内心召唤呢 让你种好自己一模二分地 听从内心召唤 这个可能才能够心安 所以从新西兰总理 突然辞职这件事上 LT体会到的更多的是 对人生的一些思考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普京二人转的道具 梅德韦杰夫 又发表劲爆的言论了 那么今天 梅德韦杰夫在Telegram上 他发了一个推文 他说核大国在常规战争中的失败 可能要引发核战争 他进而说 如果北约在乌克兰 打败了俄罗斯的军队的话 那么俄罗斯必然会发起核战争 那么梅德韦杰夫的这番言论 今天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议论 路透社的评论当中就说 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言论 他是第一次由普京核心圈子的重要人物 表达出对这样一种乌克兰行动 前景的担忧 他对俄罗斯无法取得胜利 表现出来了一种焦虑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你看从字面上来讲 梅德韦杰夫似乎在威胁 你不能打败我 打败我了 那我要动核武器的 但是从他字面当中反映出来 他的心理呢 就至少他现在开始担忧战争的前景了 因为没有把握了 或者是感觉打不赢了 他才会有这样一种核威胁 所以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威胁 并没有让国际舆论觉得呢 是一种恐吓 反而普遍认为呢 这是俄罗斯普京统治集团内部 开始有点慌了 开始有些担忧了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经济学人今天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了好多次 就是有关美国新当选的国会议员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乔治桑托斯 这个骗子 这个从头到尾 每一句话都是假话 但是他骗了纽约选民的这个选票 当选了国会议员 那么现在舆论要他辞职 他又不辞职 而且他的理由就是说谎不是犯罪 没有哪条法律说谎是犯罪 所以我不辞职 那么对于美国舆论在声讨或者是热议这个骗子 桑托斯的时候远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经济学人 人家站在第三方的角度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对这个事件发表了个评论 经济学人今天这个文章的标题是 别误会 纽约州选出骗子众议员 挺适合代表美国的 这个标题 这个让美国人哭笑不得 那么经济学人他是怎么讲这个观点的呢 他说乔治桑托斯的许多谎言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也许长岛北岸选区的一些选民在11月投票给桑托斯 是因为对他的巴鲁克学院的排球明星 并在高盛工作的故事印象深刻 尽管都是假的 也许他们投票给桑托斯 是因为他声称自己是犹太人 尽管现在他说一种喜剧式的胡搅蛮缠 他说自己的意思是像犹太人 我并没有说我是犹太人 如果这样的品质都是事实 看起来足以成为投票给某人的理由 那么当地选民也算靠谱 你看他这个很诙谐 他调侃一下这些选民 那么经济学人接下来评论道 问题是这些品质可能并不是大多数选民支持他的原因 在竞选期间 桑托斯的对手已经对各种简历和故事提出了质疑 当地的报纸 北岸领袖报注意到他报告的资产 在两年内从零跃升到1100万美元 这肯定是令人费解 大媒体曝光了桑托斯的一些不光彩的商业交易 民主党人说他完全是个骗子 领袖报后来背误了民主党候选人 说其实报社很想支持一名共和党人 但桑托斯如此怪异无原则草率 我们做不到 那么这段评论呢 他实际上给人们解释出来一个真相 什么真相呢 因为目前的舆论呢 就认为桑托斯骗了这些选民 他用虚假的学历 虚假的职业经历 虚假的种族信仰来欺骗的选民 选民才让他当选 那么经济学人呢 就把这个谎言戳破了 他说那是你们强加给选民的 选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吗 选民当然知道他是个骗子 他就举例 在竞选过程当中 纽约当地的报纸 早就揭露了他的学历造假 他的资产造假 职业经历造假 什么都宣不过 选民在知道他是个骗子的情况 选了他做国会议员的 这是一个美国媒体 主流媒体不太愿意承认的事 你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华盛顿邮报 都在说他是个骗子 但是在竞选期间 他们早都揭露了他这个骗子的 选民也早就知道 他是说谎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选民选了桑托斯 所以桑托斯这个骗子 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说这个经济学人 他这篇分析文章 如果用白话来解释 他就是 美国人你不要假正经了 他并不是因为骗了 才说谎 才骗得了这个国会议员 是人们早就知道他是个骗子 在这种情况 把他选上了美国国会议员 所以这个不是骗子的错 不是桑托斯的错 美国选民就要爱这种骗子 所以他挺适合代表你美国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 所以说这个也让LTE很受冲击 因为LTE也在这样一种舆论 氛围当中 也认为他欺骗了选民 但是经济学人这么一点呢 你再回去一查这个资料 确实是 早都知道他是个骗子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政治的一种不堪 那么经济学人进而揭示了 这个骗子 为什么美国人要选择这个骗子呢 因为桑托斯所在的这个皇后区 也就是川普小时候成长居住的那个区 这个区在纽约州来讲 它历来是共和党的选区 所以说对于这个选区 皇后区的选民而言 他们没有选择 他们只会选共和党的人 你不管他是骗子是什么人 包括川普曾经说过 我在第五大道上开枪 打死一个人 他们还会投票给我的 他那个意思就他就是选我这个人选我这个党派 至于我干了什么事不受影响 同样经济学人就揭示了这样一个美国政治的这个现实 在皇后区做选举 你不要说他是骗子 他杀人犯也会投票 也会投给他的 所以这就是美国政治的不堪 经济学人的这个文章啊 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相信他会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反思 那么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就一位共和党籍的这个候选人 他落选以后 他非常劳碌 他的竞争对手 民主党竞争对手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拿枪去打人家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么最近当然 这个老兄呢 被罚办了 要判刑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哪怕是国会议员 他们没有道德上的一些优势 他们甚至是在守法方面 都没有优势 就有些人很多在犯罪的边缘 但是他确实他当了国会议员 或者当了很高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美国以外的网友啊 可能要对美国的政治 有一个新的了解 你不要认为这些高官 政治人物 他们的思德有多好 他们思德也没多好的 还可以举个例子 你看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 德桑蒂斯 现在各方面的这个评价很高 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2018年 德桑蒂斯在竞选佛罗里达州长的时候 他的竞争对手 是一位民主党籍的市长 叫吉勒姆 是一位黑人 那么这个吉勒姆 在与德桑蒂斯竞选州长的时候 他们非常接近 就第一次投票 结果公布之后 由于太接近了 要重新计票 那么最后经过重新计票 德桑蒂斯呢 以0.25%的领先显胜 就差一点 这个黑人 这个吉勒姆 就当选了德州的州长 那么按道理来讲 你看他也是具备这个州长这个能力的 他当时竞选的时候 给人们展现的 也是一个完美的个人经历 完美的个人形象 一家四口 两个小女儿 很恩爱 各方面都优秀的不得了 但是呢 这个老兄在竞选州长失败以后的第三个月 就被警方发现 聚众吸毒 同性恋 当然同性恋不是个缺点 在一起鬼混 被吸毒 被警察抓住了 你看他如果当了州长 他的这一面 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 你像他这样一种啊 很善于伪装自己的 把自己伪装的 滴水不漏的 这样一种政治骗子 比桑蒂斯那种骗子啊 更坏 危害性可能是更大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呢 可能让我们能够对政坛呢 有一个更现实的理解 经济学人揭示的更残酷的现实呢 是这些愚蠢的选民 愚昧的选民 愚昧的群众 明知道是个骗子 还要去拥护骗子 这个是最不堪的现实 你看中国也是 你说习民骗 二百斤不换奸 而且走三路 这个谁都知道是个假话 但是呢 人们还愿意爱戴这个骗子 不计较这个骗子 但是如果你普通身边的人 有这样的骗子 大家都不屑一顾 所以这是政治的不堪 也是政治的魔力 第五件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贾跃亭啊 又要回国了 宣布呢 与中国的黄冈市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要在黄冈市投资这个 他这个法拉第电动车生产基地 那么人们议论的比较多的是 这个贾跃亭 怎么还能够骗呢 骗到这个地方政府呢 那么RT对这个新闻呢 想做两个评论 就第一骗子能够一骗再骗 不是因为骗术的高明 是因为中国民间讲的那句话 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第二个评论呢 RT呢想提醒网友们注意到一个 比较隐秘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 就中国的一些重大经济骗子 往往政府都是河谋 或者政府也是骗子的主角之一 你比如说村镇银行 河南村镇银行 它就是政府与这个骗子合伙来骗老百姓 再比如说你无论是上海的还是云南的这个金融诈骗 电子互联网金融诈骗 他真正能够对老百姓呢 具有欺骗性的还是政府 政府与骗子是联手来骗老百姓的 那么贾跃亭与黄刚市这样一种合作 他也是一种联手的欺骗 这种欺骗普通老百姓你是很难看懂的 他是怎么骗的 黄刚市骗 他也知道贾跃亭是个骗子 骗子还要利用骗子 黄刚市他打的是什么样的算判呢 他就是用这样一个编造的新能源汽车的项目 他去骗中央政府省政府 他要骗这个土地的这个指标 因为你现在把土地的农用田变成建设用地 下放给省政府了 那么你要有项目 项目要有金人的项目才行 你小的项目只能骗一小块地 大项目能骗一大块地 那么就用贾跃亭这个电子电动汽车来编项目 去骗一块大块土地 等了到明年了 贾跃亭如果拿钱来了投资 那就投资 我没被骗 如果明年拿不来钱 黄港政府就会把贾跃亭一脚蹬了 但是政府亏没亏的没有 他骗来了这个土地指标 他又可以把以贾跃亭电动车的名义 骗来的这个土地指标 再卖给其他的民营企业 政府呢 他把贾跃亭呢 还当做行骗的道具 所以骗子也互相利用骗子 使这个新闻呢 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啊 就一般的人 你很难懂的一种骗术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重要新闻 是想给大家揭示一个现象 其实未来的总理 前上海市委书记 他在一副老师的面孔下面呢 他还是非常阴险阴狠的 那么今天很多国际媒体 都报道了一个上海的一个网络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主要内容的是 原来上海季风书源的创始人的妻子 被限制出境了 前上海季风书源这个创始人 于淼的妻子谢芳 最近被困在中国了 他在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 也很快被中共删除 他反映的问题呢 是去年就是2022年1月初 他呢从美国返回上海 照顾他生病的母亲 之后呢就碰到了疫情 就被风控在家 6月份上海就解封了 解封了他就要返回美国 他就订了8月份返回美国的机票 因为他的儿女和丈夫呢 都在美国生活 但是他8月份到浦东机场 去办出境手续的时候呢 被拦下来了 说他被边控了 他说我又没有长期生活在上海 我又没有什么违法 怎么就对我进行边控了呢 他就要去找到上海市公安局 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呢 就告诉他说 我们发现你的丈夫余淼 2022年上半年 在美国用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 批评动态清零 这个事就很大了 那说要怎么办呢 人家公安局就告诉这个余淼的妻子 谢方说他得回来 他得回上海来 接受我们的调查 那么谢方呢 就跟他丈夫了解之后呢 他丈夫说 我没有写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也给了一些证明材料 寄回来 那么谢方呢 又去找了这个上海公安局 上海公安局就说 那不行 不管怎么样 他必须得回来 他说 谢方就说 那他回来可以 你得先让我回去 我又没有犯事 上海公安局就告诉这个谢方 只要余淼回国 就能够换你出境 他回来 你就可以走 那这个谢方就想了 他说如果他回来了 你再把我扣下 那我那未成年的孩子在美国 那怎么生活呀 那不一家人全完了 所以这个事呢 就弄得就是 余淼不敢回中国 谢方出不了国 就一家人呢 就被这样的就被隔离的 那么对这件事呢 LT想做两个方面的评论 就第一 你看中共啊 对海外华人的监控 监控到什么程度 你在海外发表一些言论 对中共不利的言论 中共他要追究 而且他一直在了解海外的舆论 匿名的也不行 这就是揭示了一个 非常残酷的现实 第二个评论呢 也是LT重点想表达的 就现在有一股舆论 就好像说 李强是温州出来的 李强跟习近平不一样 李强还是要开明一些 现在啊 中国总有些这样的舆论 就是这个 总想在这个臭鸡蛋里面呢 挑一些什么营养 那么这件事 他就能够让我们能够理解 就李强啊 一副老师人的外表下面呢 他藏着的是凶残 藏着的 是另类的一种跋扈 这件事 谢芳 这件事是发生在李强治下 是在李强担任上海书记期间发生的 那么对追查疫情反对清零的这样一种言论 他是当然是上海书记领导下的一种专政 那么追查反对清零的这样一种言论 这个上海的公安不仅追查在上海境内的一些言论 他还追查到美国来了 所以你能够体现出来 你看李强治下 他的手法手段是非常凶狠的 非常凶残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李强的 在习近平面前的这样一种奴才像啊 所欺骗 他可以对习近平一副奴才像 他对人民可不是一种奴才像了 他对人民 他就是一种啊 死恶不赦的这种恶棍形象 从这件事上 我们应该更多的了解 李强的另外一面 而不要对李强抱有任何幻想 第七件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今天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告 说中国各个省都已经渡过了三个高峰 哪三个高峰呢 已经渡过了发热门诊高峰 已经渡过了急诊高峰 已经渡过了重症患者的高峰 平安无事了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就中共官方宣布 第一波这个疫情高峰已经过去了 那么从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在之前的评论来看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事实 就中国啊 各个地方可能很迅速的经历了第一轮的感染高峰 这个可能他说的这个话是真话 第二呢 LT想做的评论 在经历了第一次疫情海啸 疫情风暴之后 中国的死亡人数被掩盖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疫情高峰所带来的灾难 外界是不清楚的 大家只感觉到各地的火葬场爆满 但是具体的人数 中共他是刻意掩盖了 那么第三个评论呢 就是LT在推特上与网友们讨论的问题 就中国如何在20天能够做到全国普遍感染 有的省宣布90% 最低的也宣布80%以上都感染了 中国是怎么做到这种情况的 这可能是一个世界级的秘密 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奇迹 很多网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国家生活 那么在过去的三年大部分时间 大多数国家就是向中国目前这种方式来对待疫情 是一种放开的 当然也是积极治疗 积极疫苗 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 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全民普遍感染 你包括2022年全年都是处于一种奥密克戎的攻击下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即便是用很长的 用了比中国长的多的多的时间 也没有达到今天中国的这种感染比例 这个很奇怪 就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LT认为可能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呢 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密度太大 但是你说中国人口密度太大 这个也说服力不强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的人口密度 日本的人口密度都不比中国低 甚至比中国人口密度更高 但是也没有中国这么高的感染率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好像也很难说服 第二个原因呢 疫苗无效 就中国的疫苗低效或者是无效 所以让放开以后 病毒畅通无助 因为你在其他国家 他接种这种西方疫苗 他多少可以阻挡一些 这个传播的速度 那么中国的速度这么快 给人感觉几乎不设防 所以容易让人们相信 国际舆论之前的评论 就中国疫苗低效或者是无用 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就第三个可能性就很恐怖了 第三可能性 是中国官方内部一直在讲 什么顺利达封 阴阳禁阳 这个给人感觉传递的信息 就很恐怖 恐怖在哪呢 他感觉这一次的疫情高峰 似乎是一种人为的 那么人为怎么才能做到人为呢 你无非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不设防 撤掉各种防御的这样一种体系 那么第二个方面人为呢 他就有可能 就中国网民讲的一毛论 有人放毒 这个呢 LTA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 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 就这种中国的这种灭活疫苗啊 它确实起到放毒的作用 因为灭活疫苗嘛 它本身是把这种病毒 它打入你的身体 它不能够产生抗体 那么就是活活的把这种病毒 放到别人身上去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没有人能够解释 中国为什么在短期内 在全国普遍感染 至少到目前 没有一些权威的分析文章 能够有很有舒服力的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这两天 中国社会的这个政治话题的热点 就转移到即将召开的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 那么有关明年 今年三月将召开的人大政协 普通民众社会舆论最关注的 还是用人事安排 那么人事安排方面呢 最大的人事问题是习近平 他要再次连任国家主席 那么如果二十大之前 有些人还怀疑他会不会连任国家主席的话 那么经过二十大 习近平完全控股 绝对控股中国共产党之后 没有人在怀疑习近平会不会连任国家主席了 那么剩下的人们的争论就是 习近平怎么进一步分赃 中国的高级官员的这样一些权利 怎么分赃 在他的心服里面怎么分赃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怎么对一些 他的政治对手 潜在的政治对手 进行打击和羞辱性的安排 这就成为关注两会人事问题 新的关注的焦点 那么就这个方面的问题呢 LT想做三个方面的分享 第一 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官方 透露的一些信息 舆论分析 习近平的分赃 就最后一个重要职务的分赃 已经明确了 因为他二十大 把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这种分赃分工 他已经完成了 那么通过常委的明确 基本上人大的政协的领导人 也都确定了 那么就剩下一个重要的职务 没有确定 是因为要等到人大的召开 什么职务呢 就是中国国家副主席 那么今天的中国舆论呢 就韩正将担任 中国国家副主席 接替王岐山 那么对于韩正 将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LT只想做一个评论 在之前与网友分享的 红色轮盘的那本书 评论当中 LT与网友分享过 温家宝 他得到准确的情报信息 是韩正 在澳大利亚 有两千多万美元的存款 这个是红色轮盘呢 他曝光的非常劲爆的一个内容 那么作为国家官员 韩正不可能挣这么多钱 但是他又存了这么多钱 而且被温家宝掌握 就温家宝 他是一个当时的国务院的总理 就他的这个情报系统 显然来自中国的这个安全部系统 那么这个人呢 由于在上海支持了习近平 被习近平视为心服 那么后来又担任了副总理 那么担任副总理以后呢 他继续让他担任这个国家副主席 就给他一种奖励 就相当于王岐山在反腐过程当中 为习近平立功 那么这一次呢 也要进一步奖励韩正 本来要退休的 让你去做国家副主席 那么也就是不是常委的常委 与常委排在一起 无非是摆在常委之后 那么就延续了他的 在核心统治集团内的政治生命 这是一个分享的内容 第二个分享内容 就这两天陆续公开的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事安排 就是习近平彻底抛弃了一批干脏活的心服 他并不是要奖励每一个心服的 心服他还分几种层次的 你像王岐山 韩正 像李强 像陈希 那些心服呢 是帮习近平来巩固他的大位的 在前台出演的 那么有一些人呢 也是习近平的心服 他呢是在桌子底下 台面下做脏活的 就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 你比如最典型的 这个陈全国 陈全国67岁 按照中共的七上八下的原则 他应该还可以继续干的 而且甚至二十大之前 有人猜测 他会加入政治局常委 但是常委没闹着 那么有人退而求其次 他可能会弄个人大副委员长 这也是一种奖励 但是今天的新闻呢 正式呢 被习近平抛弃了 今天习近平呢 他又有一个头条新闻 他说在春节 慰问退休官员 那么这些退休的人呢 都是完全退出了这个领导岗位的 从胡锦涛开始 一百个完全退休的老干部 在这个长长的一百人名单里边呢 陈全国被夹在中间 那么这也是中共官方第一次证实 陈全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什么七上八下 什么政治局常委 就是退休 那么这个呢 就体现了一种 习近平呢 对这样一种 为他卖命干脏活的人呢 干完就扔 那么之前呢有一个低级别的例子 像赵立坚 外交战狼 冲在最前面 而且呢 干的活最脏 比如说编造美军在武汉 这个放毒 最勇猛 冲在最前 但是呢 现在要跟美国缓和关系 弃用 所以这是第二大特点 就是这个习近平呢 他在权力分赃 在安排人事的时候 他除了对韩正这些心服 进行奖励 进行分赃之外呢 他对曾经为他卖命的 有一些干脏活的 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的 这些人呢 他也进行清理 那么弃用陈全国 他并不是体现陈全国干错了 他仅仅是因为这些干脏活 他需要再换人干 而不是否定他们的工作 就像并没有否定赵立坚的战狼行为 那么被弃用的呢 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引人出目的 就是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在推行港版国安法 在打击香港的民主制度方面 林郑月娥也是干了脏活的 但是这次也被弃用了 那么林郑月娥被弃用 与陈全国被弃用 还不完全 不完全在哪呢 就林郑月娥既替习近平干了脏活 但是林郑月娥在镇压反送中过程当中 也存在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的问题 所以在二十大之后 两会之前 他仍是安排第二个特点 他就要抛弃一批干脏活的人 第三大特点呢 他就是要做一些羞辱性的安排 就习近平他是定于一尊 他可以任人为亲 他也可以宰杀 任何他不满意的人 或者是他认为潜在的对手 但是除了对心服分赃 除了对干脏活的人弃用 以及打击政治对手之外呢 习近平这一次呢 他还做了一项的很有习近平个性特色的人事安排行动 就是做了一批羞辱性的安排 他本来可以把你打倒 但是由于找不到你的茬打不倒 但是他可以做一种的让外界明显能够感受到一种羞辱性的安排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对胡春华的安排 那么这两天中国官方透露出来的信息 胡春华没有像外界想象那样被贬到人大 而是进一步的让他做滑梯 把他安排到了政协 那么为什么说习近平把胡春华弄的政协是一种羞辱性的安排呢 而我今天从六个方面与网友来分享 首先第一 胡春华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是中共集体决定的接班人 中共对胡春华进行了精心的培养和栽培 两度去圆葬 就符合中共一贯的到艰苦地区锻炼的这样一种培养经历 第二到三个省当了主官 河北省长内蒙书记广东书记 这三个地方也是中共精心策划的 你看河北代表了内陆地区 内蒙代表了边疆地区 广东代表了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所以说你看对胡春华的培养 中共是费尽了心机的 第三 胡春华是得到了中共党内的高度认可的 他在18大19大 都是作为最年轻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进入了中共最核心的领导集体 第四 胡春华没有任何腐败的信息 特别是习近平为了早查 在内蒙挖地三尺 要找以往的腐败 也没有找到胡春华的任何毛病 所以这次第一个呢 就是网友们应该理解的 就是胡春华的特殊性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就来讨论 胡春华这次被习近平安排的政协 为什么是一种羞辱性的安排呢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是中共历史上 没有像胡春华这样 在当打之年 让政治局委员去人大政协 没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种 羞辱性的这种安排 而且人大和政协都能够去的情况下 习近平选择让他去政协 更加是一种羞辱的行为 因为在中国的民间 大家认为人大比政协要高一点点 甚至有人精确的计算 这种权力的梯度 是人大同样的职务 比政协的权威性高25% 当然这个怎么计算出来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计算出来 但人们感觉人大要更有权威 那么理论上也能找到依据 在中国的宪法里边 有一个明确的表述 那就是宪法规定 不能够随意逮捕人大代表 如果公安机关要逮捕人大代表 必须要经过人代会 或者是经过人代会的主席团 就人代会或者人代会主席团 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你不能够逮捕人大代表 这个是法律的规定 但是法律没有规定 对政协怎么样 所以这个也是中国社会 为什么高看人大代表 就在这一点 那么你都是一种二线 都是一种闲职 而且外界普遍舆论是 胡春华要去人大 那么习近平我就让你去政协 这个就体现他一种歧视 体现他一种羞辱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体现他的羞辱 胡春华到政协局做副主席 这个是一个方面 他同时他也任命石泰峰 作为政协第一副主席 你说王沪宁当政协主席 他是政局常委 比胡春华级别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让石泰峰来做第一副主席 这个就更加是来羞辱胡春华 因为石泰峰是在胡春华之后 接替胡春华担任内蒙党委书记的 那么从资历上来讲 石泰峰的资历比胡春华要浅得多得多 所以这个在中共的这样一种官员当中 就是比资历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羞辱性的安排 那么第四个想分享的观点是 习近平刻意的毁掉胡春华 他所发出的信息 就是他要毁掉中共 集体给他确定这种接班人 他不需要接班人 因为他要搞终身制 存在中共集体决定的接班人的话 就危及到他的终身制 所以他必须要除掉既定的这些接班人 这是他的政治野心和政治上的自私决定的 那么第五个观点呢 就习近平以及习近平所处的这样一个红二代阶层 他们是最瞧不起胡春华这样的贫苦出身的背景的人 你包括中共的一些高层的一些反腐 像周永康他们 习近平在羞辱他们这些人的时候 都会提农民的儿子 你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都让你当这么大官了 你不敢恩戴德 你们还想另立三头 就这些红二代呀 非常瞧不起这些贫困户 尽管这些红二代 他们过去都是些穷人出身 但是他们认为 他们的父辈掌权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贵族了 他们反过来 瞧不起这些穷人 而胡春华呢 是中国最典型最典型的屌丝翻身 胡春华是中国最经典的贫困户家庭 出来的孩子 在湖北大山区 至今仍然很贫困 他们家 所以这种出身的人 在中共这些权贵看来 特别在红二代看来 是最让他们瞧不起的 所以这也体现这种所谓的初心 所谓的初心就是 贵族是贵族 贫民是贫民 穷人是穷人 那么第六个评论呢 有关他这种啊 歧视性的安排 这个可怜之人啊 必有可闲之处 就胡春华落的这个境地啊 坦率来讲 也有他的一种宿命论 胡春华之前 给人们的形象呢 他还是愿意搞改革开放 他还是愿意比较开明 无论是在河北 在内蒙 他都表现出来 还是比较一种啊 开明的状态 但他到了上海 到了广东以后 就变脸了 因为他是到广东以后 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到广东以后 他想方设法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非常左的政治倾向的人 比如2013年 他在广东提出来 要自觉抵制西方政治制度 政党制度的渗透影响 在实践中 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和认同 他做的最可嫌的一件事 就是向习近平立投名状 这个就是他个人那种悲哀 谁都能够看出来 习近平嫌弃他 排斥他 要废弃他 但是胡春华不认命 他一直到最后 还想激进表现出来 向习近平下跪 向习近平投诚 他做了一件 让中国各派 中共党内各派不齿的事 就是他对广东 陆丰市 东海镇的乌坎春 进行了秋后算账 那么乌坎春呢 在十八大之前 一些民主运动 最后在汪洋的 比较开明的工作方式下 和平平息 这个是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到了2016年 胡春华为了向习近平表忠心 我干一件脏事 让你知道 我胡春华 是要坚定跟你习近平走的 他怎么来对乌坎进行 求护算账 抓了乌坎 当时经过汪洋 和平平稳的 那样些村的官员 那么乌坎 村的这个书记 村委会主任林主炼 被胡春华抓捕 并投到了监狱 那么胡春华想用这个事 来证明自己 政治上绝对是敢杀 敢打 绝对是与习近平保持一致 那么这件事呢 习近平也给了胡春华 一点点小奖励 就让他十九大 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 那么这也让胡春华 自己继续幻想 他的接班人呢 还有希望 那么直到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正式宣布 终止胡春华的政治前景 到这一次明确 把他安排到政协 才让胡春华彻底结束了 接班人的梦想 并且遭到进一步的羞辱 所以说从胡春华的 这样一个命运来看 中共这艘贼船上去以后 就是一种自取其辱之路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far 打赏支持明镜与下! 感谢观看